很多的花友说收到手以后花坯里面是泥土 然后养花不好养活 然后我跟花友说你可以洗根换土换成泥炭土 然后又有一部分的花友说什么呢 就是说像梅花呀三角梅呀桂花那些个用泥炭土压根养不好 其实这个话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16年17年的会儿了 很多人说自子花用泥炭土养不好 结果呢我是把这个事给它做成了 很多人都开始用泥炭土养自子花了 结果长得都很好 然后呢现在今年呢又是遇到了 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因为毕竟我身份的原因哈 首先呢我是一个 大家也可以把我理解为一个网红 但是呢我自己也开着一些淘宝店 自己也做着直播也卖着货 首先呢我也是卖土 然后呢我现在卖土呢都是在卖泥炭土 卖泥炭土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泥炭土它确实好 因为这种泥炭土呢它就是腐质土 它可以被植物的根系直接吃掉 说白了呢这种泥炭土它是什么呢 就是苔藓的那种植被一层一层长起来 有一些个灌木啊一些草木这些个 然后在地下呢被降解之后的东西 说白了呢它就是咱们以前看书的时候 上面写的那些个腐质土 再说白一点就是腐质质 植物的根系它就吃这玩意儿 它什么植物都能吃 什么植物都能用 第二个原因呢卖泥炭土啊 这个之所以进口这个土呢是没有办法 如果说从地上挖土卖给你呢 你要是三铲子两铲子肯定不追究你 你像我那一天也卖几百包土这么大的量 这个牵扯到一个罪行叫非法采矿罪 如果说有的话你不相信的话呢 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罗祥老师是吧 说法律的那个老师啊 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啊 网友给了个外号叫法外狂徒张山 这一下你就想起来了 他也说过这种案例 就有个宾馆打了两口井 然后呢以非法采矿罪啊 进局子了 所以说呢这是这两个原因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 怎么样去给它这个洗根换土吧 然后叨叨一下这个泥炭土的一个操作 像大家收到以后呢 什么时候可以这种操作洗根换土 什么时候可以不可以操作 你要知道哈 一个呢是就是说它恢复了正常的生长 要开花的时候 我不建议大家去洗根换土 这样的话容易掉花包 你像现在咱们这个呢 它处于一个休眠状态 休眠状态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尽量的不要在开花的时期去给它换 因为容易掉花包 有句话说 洗根换土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就是 比较简单粗暴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如果说根系长得还是比较OK 它有护心土的话呢 大家可以保留 也可以不保留 这个呢咱们说好的洗根换土 咱们就给它洗根换土了 还有一个什么时期 不让大家洗根换土呢 就是说你洗完根换完土以后哈 就是像咱们这种 你裸根换完土之后 你不要温度过冷 你要 现在它休眠 你是可以去给它把这一个土弄掉 对吧 然后呢之后你得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当中才可以 好吧 就像咱们也说啊 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卖 卖一些个花的时候很多花有担心 你像这种休眠的哈 还有你们买到的这种冬季休眠的裸根苗是完全可以买的 完全可以买的 这个没事 好吧 这是一个点你要盖它 然后呢我想拿着这个视频呢 去给花伯们说一件什么事呢 木本的照样可以用泥碳土 而且它照样长得会很棒 将来呢话不多说 咱们正常的入土就行了 根系很棒 它又是休眠期 那怎么办呢 咱们就找一个盆 选盆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很大 不要太大 埋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埋得太深 不要埋得太深 把之前的这个老根子 就给它不剪了 咱们不剪它这个老根子了 就给它盘到这里面就拉倒了 将来就入土 用土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加任何的肥料了 什么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那花里胡哨的操作 选花盆的时候 就选个排水透气的 然后稍微提一提 防止空根 总有的话说 这个泥碳土它比较的松 这种固定性比较差 两种办法 一个是你可以混合一些沙土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压实一点就行了 你又不来 你这个 你这个它又不来回跑 你又不是说拿着它去哪玩 又不是说遛狗一样 你要酸得很牢 它哪能那么多事 没那么多事 让提一提 让那个根系 与土更加的接触的完美一些 压实一点 再加一点点土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是一遍的透水 就是浇一遍透水 之后呢 是放到一个光照 比较OK的地方 也就是建议大家 就是出春的时候 就是很温暖的时候 去这么操作 它到后期呢 可以恢复正常的一个生长 大概了解这个意思吗 如果说温度过冷的话 就别这么干 你家里边有地暖也可以 好吧 不要强光的猛晒 尤其是夏天这么操作的时候 可以放到树荫底下 然后呢 这个就是需要时间 需要很多的时间 来给大家证明了 然后呢 这个视频会一直一直的 在我这些个 花我们寄养的花 包括每个视频里面 我做总结的时候 都会提到它 也希望花我们 长时间的关注一下 然后呢 大家伙都知道呢 其实梅花也好 三角梅也好 都可以用泥碳图 而且都可以长得很棒 大家这种浇水的时候 不容浇透 你就扔里边让它泡着就行了 就泡着让它喝透水就行了 喝透水之后 咕咚咕咚喝透水之后 喝透之后呢 大家把水这种沥出来 沥出来 然后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就好了 好了 咱们刚才换完盆之后呢 就进行了一遍的透水操作 一段里浇透啊 很多话说浇水很敷衍的 这样浇透之后呢 咱们放到暖 拖一点的地方 如果说现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话呢 你们最好是种吹片 再有呢 我最后要叨叨的一个事 就是说有的话 我说呢 好几年前说这个养锈球 不能用泥碳图 你看等到我们大范围的去使用锈球来 使用大范围的用这个泥碳来种锈球的时候 这个声音就没了 销声匿迹了 你看我们棚里面 现在99%的锈球全部都是泥碳图 对吧 也的人说桂花不行 因为桂花呢 还没有现实打脸没来的那么快 因为从来了以后呢 它现在是一直开花一直开花一直开花 它到现在一直没有长叶子 没有枝繁叶茂的 这个不够足以打它脸 这个也是裸根换土的一个 你看我们插着檀花 随便扔进去就活 种了檀花 是吧 锐香 泥碳图 垂丝茉莉 泥碳图 包括这个花有的大叶展要割屁了 要死透了 就是泥碳图 等到这个梅花开花的时候 等到它长实根系的时候 再给大家给我看看好吧 也就今天想说什么事呢 泥碳图不是说不能用来养花 还有一个呢 就洗根换口 不是不能操作 是能的 但是你要注意温度气候和时机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眼 拜拜